有人說他是這麼說的 就是傳播的過程會締結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們玩過這個遊戲 你這裡講一句話 一直傳播去 到那邊就出來變了 這是一個文化傳播會產生的問題 二一個就是中間不斷有聰明的人來幫他解釋 越解釋越糟糕 所以教態是這樣產生的 那現在有五個體系 這是大家會接觸到的 就是你要有一個留意 你要接觸的時候不要跳進去 知道這是這樣的現象就好 第一個就是由生屬構成的社會文化 就是說本來生人就生人 因為以前釋迦牟尼的時候 當然有有錢人來供養他 可是這個供養的概念 後來變成像地師博士的概念 於是就形成政教合意了 他就要掌政了 這是不好的發展 當然這有他的地區性 比如以西藏來講 他沒辦法他這個地區就這個要掌政 那當然漢帝也有出現這個新事情 這變成是影響社會發展 影響社會方向的發言人 在古代的時候他最多當個調解 兩個草家來兩個村 然後互相要砍的時候 那村人才會不要打 大家要以和而歸 就此在西藏也是這樣 最多只是做個調解人 可是後來就變得乾脆他來決定 現在的佛果也是這樣 你要做個什麼 就至少家人的事情就叫佛果補光 重大的事情乾脆就由佛果主政 從零代以後就變成 元代以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生俗構成的社會 大家要知道就是這一部分不是核心 核心是教法 他的地位怎麼樣大家不要太在意 第二個就是說傳法 因為各的方便 那地執出家人也好 不是出家人也好 視眾地執他學的也不一定學得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給他模式化 這個模式化的結果就變成一種儀式文化 要修什麼就只一套一套的 什麼都是一套一套的 那其實每個人根氣不同 你不一定要適合他這樣 有時候也不一定要這樣 就像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為了教育體系推廣的方面 是不是也有升學體系 可是我們也知道 那個升學體系是不得已而為之 真正能夠培養出人才 能夠讓你賺錢 或者再能夠社會有地位的 不是因為文化 不是因為這個體系 那佛教也是這樣 但是這個儀式變成大家最愛 很有儀式感 參教會水陸法會 哇 抓你很感動的落淚 在建制服的時候 他們排唱很大 就這樣覺得多好一點 回家再借錢 那水陸法會為了說前面頭牌 再借 第三個就是祭奏不解的口頭牌 佛教有些人慢慢發展變成一種口頭牌 沒有辦法內在 沒有辦法改善生活 就是文人就最喜歡這個對不對 不管是以前前才過 反正那些禪宗就口頭禪 好像大家會來一句好像很有水平 那西藏呢 因為慈奏密法慈奏 人人都在慈奏 像是他慈這個奏多少遍多少遍 那什麼意思 我舉個例子 西藏每一個人都會的是什麼 Om-ma-ni-be-me-hom 你不信你去問一下 Om-ma-ni-be-me-hom 什麼意思 無人知道 這個Om-ma-ni-be-me-hom 怎麼配合奏 怎麼詞 怎麼去觀修 更無人知道 當然出家人很多知道 但是他慢慢變成一種 一種口頭禪 大家好像來鄉了一下就好像自己很醒 這個也是要留意的 就是任何他的文化發展的現象 他原本有他的作用 這個作用就忘掉了就很可惜 學到連皮毛都不是一個形式 有樣學 再來就是有一個 就是說我們在講照相文化 照相文化他是從教主來的 就是佛統 我們後面會側重講一下 那這個當然這個沒有不好 這裡只是有一個問題 釋迦摩尼是反對偶像崇拜的 所以他再等幾百年是不准照相 可是後來那麼多想 事實上是一種照相文化都展不出來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法裔圖騰 他形成一種神秘文化 因為他經由 因為古代很多地方他不會看 雖然經出很多 但是很多人不會看字 然後有很多文碼或者是那個 所以他用圖像畫是一個很方便 可是慢慢慢慢一個圖像沒有經過解釋以後 大家就覺得哇 這個好神奇 就變成一種神秘文化 所以這五個就是大概這樣 就是接下來就跟大家簡單 我們世界的關係 佛教的照相文化他是這樣 首先是沒有像的 後來慢慢他卻出現那個佛陀跟他的弟子的像 就見陀魯斯基就是這樣子 然後佛陀變成諸佛人 就是從佛陀的像變成阿彌陀佛 五方佛 三世佛 但是都是還是佛 就是說他的形象跟釋迦摩尼的像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在收藏的時候要去看 這支像是釋迦摩尼還是其他的佛人 因為他的形字都是一樣的 都是穿架衩 但是手是不一樣的 如果在唐卡來講他顏色不一樣 然後弟子就變成菩薩 菩薩怎麼來的 就從佛陀的弟子那幾個羅案演變出來的 然後密教不是很多本尊嗎 這些本尊怎麼來的 就是從菩薩來的 就把菩薩作為 因為菩薩是修報神 等一下佛是法神 菩薩是報神 僧人是法神 大家記得嗎 這是他的整個文化體系建構的邏輯 這盤你看 建陀羅詩戟 都只有佛跟弟子 他的弟子就是 很多是俗人的這種造像 那這些是 這是菩薩 那菩薩你看這個 左邊這個是佛 然後這兩個是羅漢 然後後來慢慢就變成在大聲的時候 這個佛這個是五方佛裡面的功成就佛 這是他兩個的邪式文化 他的文化體系是這樣變的 然後從菩薩拉出來以後變成本尊 那本尊裡面 又因為根氣不同 本尊法又變成有四序行去 瑜伽無上瑜伽 這四個都是觀音 啊 是這樣嗎 看來都是觀音 它是四種不同的那個 觀音有上百種 大家一定會想 那什麼是本尊的呢 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那剛才講那個佛藤 佛號文化的法藝 就是說學佛學 或者學佛教意識最難課功課的是這個 最頭痛的是那個佛號文 跟他的法藝 太複雜太多了 每個體系都不一樣 要去看很多東西 背很多東西 從早期的那個小城人 你看須一個尼泊 到處都有塔的人 他每一個塔的含義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佛教他是法法藝用圖像的表達 用一個形象 所以就是說他這個塔代表什麼 比如舉個例子 八塔 代表剛剛都講釋迦牟的醫生 他就照八個塔代表他的醫生 每一個是代表這是涅槃啊 這是什麼什麼什麼 升天啊 他都有含義的 但是他最有趣的也是這個 就是說可以說最多故事的 就是徒曉祖號的這一部分 你看我們逛一個背逛 背後是不是很多動物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圖騰從牌 那這個圖騰 這些動物怎麼來的 事實上是佛教發展史 在古代的時候 每一個地區他都有一個動物 比如尼泊爾他的那個動物 國家動物是不是就是龍 大家知道 不是龍 金翅鳥 大黃金翅鳥 所以他是隨著他的發展裡面 一個一個這樣墊上去 走到哪裡就會跟他的動物發展 像那個歐洲也是 他有一個國家的棋子上面 很多動物對不對 他是跟他爭執過的 他就把他併在一起 拿他的頭 拿他的嗓併在一起 他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是祕教的東西 祕教呢 他每一樣的東西都有一個生與義 這三樣東西對應 生也可以理解為化身 語理解為暴身 義就理解為法身 可是他全部用化身 就是用圖像來表達 所以身就是佛的 剛剛講的 不管他是菩薩 那個佛 或者是佛法 他有個身形 就是個身 語就是咒語 然後義呢 這樣子表達 義沒辦法表達 所以他用符號來表達 所以他的文化體系 秘教文化體系 就是生與義他都是對應的 舉個例子 我們講觀音 那觀音是不是有兩手觀音 四臂觀音 六臂觀音 十一位觀音 很多種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每一個觀音他是不是有一個生情 然後他一定有一個對應的重點 然後有對應的一個符號 所以觀音的符號是什麼 蓮花 所以你要看到蓮花 通常跟觀音有關 看到劍就跟主有關 或者經書 然後看到金剛褲 就跟金剛褲有關 有關 就是他的體系是這樣建 每一個都有對應 另外就是各種的身形 各種的容貌 有脊勁的 善向 生路的 還有坐姿的 跨腿的 戰鬥姿的 還有劈腿的 跳舞的 他都有含義的 都是一個建立他的一個法律在這裡面 那這些圖像做什麼 反正就是說在佛教體系上慢慢就形成 比如我們以西藏為例 他圖像有四個作用 第一個 莊嚴道場 一個道場區要讓人家捐款 共描迷 總要先震撼他 對不對 所以你要蓋得越大越好 手槍越大越好 金地越好 要震住 要莊嚴道場 第二個 要宣講法衣 你弄一出來 總共有一個道理 弄個檀場 弄個什麼法衣 第三個就是個人修行 就是他通過一些圖像 一些什麼 譬如說本尊 後面我們再補充一下 再來就是有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他也通過這些圖像來傳播 像這個 右邊這個 他是個人的閉關 這個 他是一個修行人 他在山上閉關二十幾個 他就在自己一個層上小小的地方 他也是修各種本尊 他需要藉咒 除了經書也是需要投降 那我帶那個研究商的法師去德格 那他的老朗馬德他的房間也是這樣 去了他就是 譬如說他傳什麼法的時候 他就會根據這個圖像 尋樣關修 好 那我現在就是集中在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大家困惑最多的 就是密教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密教 我們講所有的佛教不就是去我職嗎 對不對 那麼顯教是這樣 他告訴你 你要煩惱 你的所有的煩惱都是因為有我職 所以你要去到我 去半天我要怎麼去呢 顯教就是講理論 講道理 然後通過一些實踐 六波羅密 就是布施啊 仙眷牆啊 慈戒人物經濟 一步一步這樣修 那密法不是這樣 密法的概念不一樣 密法認為我職有生理的作用 跟心理的作用同時產生的 那麼我們舉個例子 那個我們講說以顯教而言 所以要去除貪念 對不對 那麼以顯教的對峙方法 就叫你布施 那密法不是這樣 就是說貪念怎麼產生呢 貪念是因為你的火作用 火大 地水火風對應貪秤痴慢疑 就是貪念重的人是因為你的性格 火的作用不大 火是個能療源 就是一個能量強的 他腦筋想像力豐富的人 他就會起貪念 因為他會一直作用很快 就像我一樣一直燒過去 包括很多的政治人物也是這樣 他位置要不斷得高 然後最後要征服世界 然後想要上太空 對不對 像那個馬斯克就是火性很強的人 火氣也不好 川普也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火 這是密法的概念 每一個人的行為想法跟你的內徵不一樣 所以他的方法 不從思想 不從外界的東西 從你的內徵不改變開始 這就是瑜伽式的概念 他懂意思嗎 瑜伽就是調解你內在的身心的機質 來改變你的想法的一些 比如說我們不爽 所以要做很多事情讓你爽 正面的人又有錢的就是買服裝 那是一種發洩 很爽 那有些女孩子買包 對不對 買衣服 下品 因為買的過程裡面一種發洩 很爽 很有成就感 那有些人就去打人 鮮血 但是這是很純的事情 每個人有不同的想要找到自我感 一種方法 那其實你會跟你內徵不一樣 就是當你的腎上腺素太多了 你就很想幹一點什麼 因為腎上腺素是拿來讓你去做什麼的對抗 跟外界對抗的一種急促 那瑜伽的方法 我是不是講真的懂得瑜伽式 那就是用什麼方法讓你一直控制 對不對 做一些練習 就是讓你的腎上腺素保持平衡 沒有啊 突然間你不想 這些事情都幹了 那麼包括幹什麼 自然而然會對似乎的感覺 那麼再來一個呢 就是我們前面不是講我詞 那從我還講去我詞 可是我怎麼去呢 我就是這麼想的啊 我就是這麼感覺的啊 我應該要真實啊 我怎麼可能做一個 我不是這麼想的事情呢 大家懂得理解嗎 那問題是你為什麼會這麼想的 你為什麼會這麼感覺的 是因為你的生理機制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密法的方法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要真正的認識到這一點 不是理論上的認識 不是想像的認識 而真正的通過感官系統的改變 他們知道說 一切是循環 是你自己循勾的 不是真實的 那種意思嗎 所以這個方法叫本尊法 所以很多人才修一個本尊 以為這個本尊是一個比佛還高階的 所以他可以保佑你 在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 你招惡他啊 這不對啊 這是道教跟本教的理解 不是 本尊的意思就是改變你自己的意思 他通過什麼方法來去我自己 他告訴你自我是你虛構的東西 不信證明給你看 於是你修一個本尊法 譬如說觀音 你不斷觀修到最後 你會改觀系統 變成你是觀音 然後最後你會告訴你自己 原來那個自我只是虛構的 大家懂你意思嗎 那有人學藝不經學到一半 他真的親見觀音 他自己以為自己過了 這個也是你也是錯了 不是這樣子 所有修本尊法是要告訴你 我是虛構虛幻的 你是可以任意自我 如果大家要手機 你APP是不是可以隨便下載 哪有說你下了這個APP 就不能下另外一個APP 除了是蘋果系統 只能下另外一個APP 現在還有這個我只 可是你在蘋果系統裡面的任何APP 是可以隨便自發 你存英款難道一定要互放嗎 不能國泰嗎 不能別家嗎 你可以有選擇性 所以修我只是在告訴你 其實很多是因為業力 別人給你附加的 就是跟你塑型 你可以挑戰 有些是自己的因為愛取作樣 你決定了 你把這些APP以後 你可以任意根據當時的情況 我要做一個怎樣的 隨著你的年齡環境 你是可以重塑的 這個叫治癒任運成就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是堅持怎樣的才是我 我要做我自己 這句話是很愚蠢 什麼叫你自己 根據情況 我決定要成為一個成員 因神因死因地 我的意思不是說沒有堅持 沒有 不是 就是比如說職業也是這樣 哪有你學這個一定要幹這個 像我大家看過我的職業嗎 我什麼都幹過 就是音樂 然後可以跳到投資多人的來 又搞成國教的理事 就是沒有 因為無我 無我的意思不是有沒有 是沒有一個不定的 沒有一個不變的 你有一個就是與生俱來的 我是隨著環境不斷地在改變 那這個東西與其你被賦予 那你自己是可以決定的 因為你的意義才在原意 大家懂得意思嗎 這是在去過職業 修本真法是這樣 那不跟大家談種的消化 要找師父 可是如果有一個師父教你的本真法 不是這樣 那就是萬人 修本真法的目的 是讓你認識到自我是取患的 這才是真的 而不是讓你只覺得我是文書人 我什麼叫做法曼 那麼祕法它主要是這樣 大概就是說有四序 四序就是有四類 它的體系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有四類呢 因為每個人的根氣不一樣 我前面不是講法生 暴生 化生 中至 上至 下至 根據這個就是制定的四套 所以這四套體系 它是根據人的根氣 那本真法就是 最基本的要做自他教練 但是叫你說 你觀想成百宗法 你觀想不出來 不夠了解它 因為它不夠神聖 所以一般觀想自患的開始 用你可以覺得神聖的 那當然是火 菩薩也容易是吧 所以本尊法的本尊都是以佛菩薩來設立的 剛開始的時候才能夠 例如說你交往 我們來換東西 你說它的藏品不行 我怎麼會跟它換 那懂你什麼 因為它在比你好還 就來換 所以自他交往 你一定就覺得你會賺到 你才會去玩 所以你從下意識裡面 願意做一種自我教育 我是他 他是我 這是整個本尊法的修行的體系的方法 那麼因為四種根據不同 它才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對於事物真實存在的固執程度不同 下宗是這樣的 就是化身的人他會只以為是 什麼東西都是真實的 不過你已經看到了 他說這怎麼會假的 所以你碰到這種人去買古董都死得很慘 因為他認為對的就是堅持到你就是對的 他聽到的 見到的 就是他活在他的經驗裡面 他不會用想像力說 這哪裡有個問題 他更不會用法身的邏輯來檢驗 就是邏輯不透 為什麼天天就會天上掉下來的 禮物都掉到你家 如果有一點邏輯就覺得有一點不太對勁 為什麼別人都買不到的寶都是你買到的 你也長得特別帥嘛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他不同 就設置了這四個 那四個就是執著成物 對於實有的真理 執著不同 那麼放在佛教體系或者神學體系裡面 就是對於神的真實存在的執著不同 而設立的 如果你認為神 實有 那麼就用視序 視序就是侍奉的事 那他的方法是什麼 天天先拜 你喜歡拜佛 禮佛 多打禮拜有沒有 去侍奉 供花 供水 供 因為它是很高的境界 他使有 你就給他供 財神 天天給他供水 供什麼 他就會給你哪一天 醒來他床頭買滿的錢 就是用侍奉的方法 你慢慢跟他建立關係 他可以為你喬滿 對不對 你床頭都在捐錢 捐錢 助學 然後慢慢慢慢 他也給你軍機賣一些 負責合金給你一些 就慢慢可以得到教愛 行序是什麼呢 行序就是 你知道說他雖然是好像有 但是其實你也可以變成他這樣子 於是你會有修行 打坐 從內在的 所以視序只是用示奉的方式 行序呢 他還要打坐觀修 改變自己的內在 那瑜伽是什麼 瑜伽就是我即是 我也是佛 眾生都可以成佛 所以他有錢我也可以有錢 我們可以平起平坐 所以他的觀修法就是 我觀想佛出現 我自己出現 我變成佛 我們兩個合一 就叫瑜伽 瑜伽就是合人一生 這是瑜伽訊 那什麼是無上瑜伽呢 無上瑜伽就是 我即是我的 他的思想是這樣 我即是我的 我本身具足一切 我何必窮外窮 所以我外窮 本身他的觀想 光滑就變成佛 我觀想什麼 本身我自己就變成什麼 那這個要想像力 我要定義很好 練過前面的 相當功利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不需要藉著視覺 藉著感緩來建立我的想像 他懂這意思嗎 所以無上瑜伽是在指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雙真相 其實他是在講光修法 所以四種序的建立 他的形 我剛講是觀想法的差別 那他的文化體系怎麼建立 圖像體系是用男女關係來建立 那只是一種比喻法 當你看到一個對象異性 走過去的時候他是路人牆 那麼就連視都沒有 兩個人沒事 看到沒有 多看一眼 有視了 就是視 事情開始了 你會面頭想跟他交往 那麼你會多看一眼 所以視 他就用視覺來表達 所以視趣的佛像 他很重視眼睛 動耳 就是這樣子 反正就是有手勢 有那個視覺 所以男女關係 第一步交往是看對 所以有視覺 情緒就是進一步的一個交往 可能會有一點握手 或者一個進一步的接觸 那瑜伽已經找到認定他是男朋友女朋友 榮妖人 所以瑜伽序的教堂的圖像都是榮妖人 所以你看西教不太多 就是尼泊爾印度 尼泊爾最多瑜伽序 你就看到很多兩個男的女的在那邊對看 或者是他坐在他的側邊的 摟著腰的 這個就是瑜伽序的教堂 兩個已經上場了 那就是瑜伽序 所以用男女來表示自他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他整個密法的 圖像化的建立的 移軌的一個標準 視序 因為他是高高在上 那你把他比喻成男女的時候 你很看重他 所以用視覺了 然後形序就是有交往 瑜伽序就是可以擁標大堅人 那無上瑜伽序就用雙手 他是一個儀軌的建立模式 也不是在指什麼 那麼如果在講觀修法 就是我剛講的 自他的關係 一個對稱出來 我去他是否 我去禮拜他 形序就是他是否 我觀修 我也是否 我可以向他 如果是瑜伽序 他是否 我也是否 我們本身是一樣的 如果是無上瑜伽序 就是我就是否 沒有否之外 在我之外沒有否 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好 我們看到很多的圖 比如說這些都是視序 一般大家看到的 或者是你去請密教的傳法 傳等 這都是給你視序 因為一定基本功要從這裡開始 就是視必觀音 肚母 長壽三尊 這是最常見的視序的修法 那麼這是無上瑜伽 他的圖像有很多頭很多手 然後兩個抱在一起 因為你的功力比較高 你的觀修可以想像力很豐富 就是可以就想得出來 因為你練這個要練到 就是他 你像他 像你 我舉個例子 比如你修到尾德 那他有多少隻頭 多個頭 多少隻手 手上拿什麼 腳上踩什麼 你一下子必須那一場 你不要敢聽到 而且是要有感覺 我們平常唯一隻手 你能不能感覺出你第三隻手 但是練到最後是可以的 大家懂我意思嗎 他的力量 因為大腦很難 那只是一個神經文件 成的力 然後你還要變 就是說這個一個大威德 我的毛孔全部變成大威德 就是孫悟空就來講 他可以變出幾萬 而且每一個都清清楚楚 你說電腦剛剛還可以做到 電腦現在是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可是你能不能用你的大腦去練 做到 理論上來講 人的大腦比電腦厲害的 但是因為你沒有練沒有用 所以一個事情來講 就是如果練到這樣子的話 股市嘛 看過一次以後的全部都會被下來 還可以演算 理論上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高生 記憶力非常強 不斷地練習 練習的結果 就是什麼東西只要看過幾樣照相 還可以運作 我有這個一點能力 以前我是活動的時候 就出現這個能力 如果我開宿堆的東西 就是那個檀子 如果一天在床路上開宿堆 當然閉上眼睛 然後因為太陽還需要一個光 就進來的光 突然間就覺得怎麼可以立即 然後就可以像萬八堂這樣 但是我試著去旋轉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這個能力還好 只是被任意旋轉 只是可以變成四級 最多大概十二個人 所以我可以有十二個命理的無神經濟 就是可以跟這十二個無力病作 視覺上 所以我學這個比較快 就是這個 那麼這些都是文化線 文化 就是說在一個教育之下 慢慢慢慢就形成各種文化的理性 那麼有一部分 這個以後吧 本來我不是今天要講的 就是西藏的唐卡畫派的 永遠講的佛法 但是佛法我只要指佛像 照相的意思 不是說一定講話 那麼就算這個畫來講 也是這樣子 他為了表達那個佛家的教育 或者是用來教學觀想的那個作用 但是他畫著畫著 隨著不同的時期 他也是有變成一種文化現象 加上藝術流派 因為他需要記憶 所以各種的唐卡畫派就產生了 所以大家在理解這個時候 也是要從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說它的內涵 佛教的教育 市場的法義是什麼 它的作用是什麼 另外就是說 在文化的部分 藝術記憶的部分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看它的價值 也是要兩部分留起來 但是現在一般 像這個市場上的拍賣、收藏 它是在世術的部分 不太了解內在的內涵 可是真實的 因為它是佛教語屬 它必須是合理的 那麼最後來給大家談一個東西 因為在座的很多是文物學會 跟收藏有關 就是說我們要看 因為今天竟然講了 你認知世界有法生、暴生、化生 那麼同樣的我們認識一件作品 你也要有法生、暴生、化生的概念 那麼化生的概念是什麼 因為它是公益文書 因為它是一個實體的存在 所以像我在寫一件東西 我一定先寫化生的部分 它的公益什麼年代 用什麼方法鑄造的 然後怎麼弄的 什麼鑲嵌、什麼布 把這些實際存在的 包括物質、材料、公益 這是一個文書菩薩 對不對 文書菩薩代表什麼 然後在這個裡面 它代表的行為裡面 它表現了什麼 就有一些這件作品 它作為一個菩薩來講 它充滿了就是無趣、自在、從容 對不對 這是叫內德 一個好的作品 一定要把內德展現出來 空有外型的東西 展現內德是比較高水平的 如果公益很好 比如很多清代作品 公益真的很不錯 可是它沒有內德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工匠不知道這是什麼 那西藏的作品 通常來講會水平高一點 我們是在指 因為西藏很多的工匠 他是有學人、有學人 他知道這個是在講什麼 那麼梅尊梅尊有它的儀軌上的要求 他要翻經出來看 比如說金剛種池 我們前面有一個金剛種池 金剛種池代表那個 就是密法的源頭 那麼它有一個儀軌的要求 金剛種池是藐視一切 因為它是自告的 那藐視一切、看風一切 這個是它的儀軌的要求 它要內德就是這裡 所以如果一個像 非常的祥和 很可愛的 不是好的金剛種池像 可是我們不知道 你就會選一件作品的時候 你很喜歡 那是因為只是呼應了你自己的感覺而已 比如說一個大威德 或者是一個金剛手 因為它是要響磨 最好的作品就是要 人磨看的都會發抖 就是磨片的 好多的人 看了以後我就覺得慚愧出來 好像做錯手 但是那個就是好的金剛種 因為它是響磨為主 那如果一個金剛種 就是軟軟趴趴的 響磨起來 你看到它就不會有威廉的感覺 是一個好作品 直接講內德 所以內德很重要 這是一個藝術 佛教藝術跟世俗藝術不同 那現在很多在創作佛教藝術 他不太懂內德 那更重要會有一個法制 就是說你怎麼跟他互鬥 通過他把你自己 一下子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這是上升的作品 切近在富裕 你的狀態就上升 所以你家裡經常玩一件好的風向 你無形中你的內分泌也改變了 你的心態也改變 你的狀態 你只要大腦跟他一向應 你就進入很好的狀態 那你花兩百萬股子 對不對 可以讓你整個人都變了 這個就是佛教講的印碼 用印碼 他就給你講 就是你就照這個感覺 直接就要進入這個狀態 比如說我們碰到一個人見識 對 有時候他會突然間給你一個震撼的感覺 然後這是逆法的最高的訣竅 那不是通過了縮離的意見 沒辦法去解 所以最上升的重點就是你看 氣場的不一樣 這就是發生的 那麼佛法人要在世間傳播 也需要有人去實現他的試驗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重來一種佛火體系 就是一個很棒的 但是你要展現這些 總要有東西吧 來講理 那有時候講講講 除了經典以外 也會通過佛像 還有出家人也要找這個聖書 跟代表 還有學的人 有些人需要從事 就是做事情開始 所以去化佛像也是一種事 大家懂得知道嗎 就讓你專注在你的產品 消除你的產品 舉完這些它是化佛的作用 所以我們講 人事物必須要統合起來 那麼佛教的事業用什麼方法去推展 第一個要靠佛 那佛佛為代表 對不對 我們要有悟 那就是佛教的作用 就是佛化可以代表 所以一個是悟 一個是人 但是它的本質是一樣的 什麼事呢 什麼本質呢 告訴你人生是怎麼樣去什麼方法 就從去化直開始 從今天開始改變實際 你是自由的就得到解法 那不行嗎 那就學佛吧 謝謝